老闆 keer骨骼 林祖靖 老闆 你每次的椅子 叔叔 是啊 обратно 再次 好了 把牆ED啊 的 Bild 對,然後他們通常都會說他們聯絡不到車主 那我們才會去用最高級的方式 對,那後續如果車主有損壞的方式 對,那我們公司會去賠償 另外想請教就是這個脫掉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業者是說使用堆高機去脫掉車輛是正常的 那以你這邊的境界來講說 一般來講脫掉是用堆高機是正常嗎 還是說一定要使用專業的器具會比較保險 像是鋪設軟墊之類的 其實以我們自己的保修廠來說 就是車子最好的狀態是全載式的把它頂高 就是車輪一起起來 不過因為在路邊的就是可能是他們施工為了節省事 那就是會用堆高機這樣把車插起來 這樣其實對車子不管電車或油車 底盤鍵其實很容易有受損的情況發生